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因为它这个掉了 所以说强迫症的关系 我先看一下它的一个外观 首先它的话整体就是像那种奥特曼里面的那种怪兽 对 是不是觉得很像这个样子 像怪兽的这个样子 整体的这个壳的话是很硬的 对非常硬 然后这里是两个眼睛 加上这个应该是它的前面的一个触须 加上这一两个应该是它用来补食的一个地方 对 然后我们看一下反面 反面就可能长得比较金素了 你看 反面就是这样子的 对 然后它这里的构造 其实像那种国家保护动物一种叫hoho ho吧 对这种生物 它的这个触角这边也是这样子的 不过我觉得它这个脚上面应该没有肉 然后可能你们会说 为什么这里这么黑 因为它毕竟不是鲜活的 对 它是动火的 对 然后我打算怎么做呢 打算就是把它很简单 洗一下之后直接放在这个用来蒸 对 用来蒸的一个方法 因为我觉得这个虾的话用来煮的话 或者是炒的话会流失它的一个荒 我不知道它有没有荒 对 然后它整体的肉的话是吃这里的一块肉 对 这里 从它的主要发达的地方 是尾部的这块肉的地方 包括像这个也是 你看这个就很白 为什么这个白 因为你看这个大小 因为这个大小的话就是它比较老 然后这个还是比较嫩的 然后一样的方法 然后直接把它放在电饭煲里面蒸一下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现在就把它去蒸一下 好了 现在这个琵琶虾已经是蒸好了 然后我给你们看一下我打算怎么吃 然后就要看一下这个琵琶虾 折合下来的话是25元一个 到底值不值啊 因为是蒸的关系 可能不像那个烤的一样 可以直接把它拉开来 我打算直接从这里切开 然后呢把它从旁边一点点来把肉给剥开 这样子的一个操作 好 我们现在直接从这里把它切开 切开 好紧啊 我觉得我是不是应该应该用菜刀啊 上菜刀 可能也是因为它老的关系啊 对啊 我干嘛不从反面开始 好了 哇 请不要啊 离开你们的视线 看一下 大的琵琶虾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肉的情况 然后看到这里肉完全就是雪白的啊 所以说 就是因为我看到了之前一个视频才发现 我觉得我应该来买这个虾 那我们来等会儿 我先把它全部切开啊 全部切开之后 我来试一下这个味道如何 味道如何 然后呢 我不打算加任何的调料 对 好 现在把这个琵琶虾的肉给剥开来啊 我就剥这个最大的这块肉的 你看这个肉真的是雪白啊 把它给剥开来就拿手来剥吧 怎么剥呢 直接从它旁边来掰开来 哇 这个真的是太老了 好硬啊 可以把它给剪开了 其实 剥掉了 哎 这个方法好 稍微把它剪一下 稍微把它剪一下 但是小心的是不要把它肉给剪了 哇 其实我这个剪虾的功力还是有点差 你看看啊 这一块肉 虽然说可能真的不多啊 不多 它整一个虾的话 说实话只有尾 光尾巴这里的话 是有这么一坨肉的 但是说实话这一坨肉的话 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 毕竟因为是虾肉嘛 对吧 如果你吃一个澳洲大龙虾的话 其实也没多少肉嘛 对不对 然后外加上它的这个头里面呢 头里面有一大块肉 我把它给弄出来 哇 你看都是满满的肉啊 25元一只啊 25元一只折合下来 差不多是25元一只的样子 你可能去饭店里吃的话 可能如果他这点做一个琵琶虾的 一个什么菜的话 可能这道菜就会值几百块钱啊 但是我如果自己买的话 就会很不一样 对 我现在把它脑子这边 稍微掏的空一些 好 这个应该不能吃吧 这黑色的应该不能吃 好了那这一个琵琶虾的肉啊 一个琵琶虾的肉就有这么多 那我们来吃一下是什么感觉 我让我尝尝 羡不羡 太好吃了 还有 这琵琶虾我长到五生五岁 第一次吃了 嗯 不错 下次我还要吃啊 啊 赞麦给我吃啊 哎呦好吃啊 是不是要不要蘸什么任何的条 不要蘸 蘸的这也不好 蘸了没那种 没那个琵琶虾的自身的鲜味了 嗯 你们要不要嘴巴小嘴 残不残 要不要来一口 好吃 好吧 那今天视频的话呢 也是差不多到这里了 然后另外两个呢 我就 不做这个试试了 哎呀好吃好吃 总的来说呢 这个虾还是可以去尝试一下的 因为也不贵啊 90块钱四个 如果你们想尝试一下的话 可以来找我来买也是可以的 对 我会尽量给你们挑那些 不是太大的 说实话这个太大的肉可能就会有些老 我情愿 买这种比较小的虾 它那个肉会更白更嫩一些 好吗 那视频的话就到这里了 我也去收拾了 那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